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你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一位唐朝的北大人物 他是中国乃至世界史上著名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 被誉为药王 他是道教的高级修炼者 被尊为真人 他还是中国古代火药的发明者之一 他就是孙思淼 孙思淼的生年不祥 有的说他是西魏时期的人 有的说他是北周时期的人 但大致可以确定的是 他出生于今天的陕西省 同川市耀州区的孙家园 这里也是他的祖籍 他的家庭并不富裕 他从小就多病 为了治病 他家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他七岁就开始读书 他的记忆力非常惊人 每天能够背诵上千字 他的才华也引起了当时北周的元老独孤信的注意 独孤信称赞他是一个圣童 孙思淼不仅学习了儒家的经典 还广泛涉恋了百家的学说 他对老子和庄子的道家思想特别感兴趣 他还精通阴阳 推步 术术等方面的知识 他的学识非常渊博 可以说是一位博学之士 孙思淼虽然有着丰富的学识 但他并没有满足于做一个门人 他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难而又光荣的道路 那就是学医 他为什么要学医呢 这是因为他从小就亲身体验到了疾病的痛苦 他也看到了周围的百姓 因为贫穷而无法治病的悲惨 他心中有着一股救死扶伤的热情 他认为人的生命是至高无上的 能够救治一个人的病痛 就是一件得高于天的事情 所以他18岁的时候就立志要学医 他不断地求学、实践、总结 最终成为了一位杰出的医生 他的医术和医德受到了人们的赞誉 他也被尊称为药王 他的医学理论和实践 是中国古代医学的一大贡献 他的医学著作《千金药方》和《千金义方》 是中医的经典之作 影响了后世的中医发展 我们今天还可以从中学习到 很多宝贵的医学知识和医学精神 他的医学著作《千金药方》和《千金义方》 这两部书是孙思淼的代表作 也是中国古代医学的重要文献 他们共有60卷 收录了5300多个药方 涉及了内科、外科、腹科、儿科、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皮肤科、针灸、按摩、食疗等各个方面的医学内容 可以说是一部医学的百科全书 孙思淼在这两部书中 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 以脏腑含热虚实为中心的杂病分类变质法 这是一种接近现代临床医学的分类方法 对后世的中医诊断和治疗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孙思淼还在这两部书中 详细地论述了医德的规范 他强调 医生要有精湛的技术和高尚的品德 要对病人一视同仁 不分贵贫富 不分年龄美丑 不分亲书敌友 不分华仪余志 要以德养性 以德养身 要为人类的健康和福祉而奋斗 这些医德的要求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是每一位医生和医学工作者的楷模 他的医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他提倡综合之道 认为用药、治病、医者都要做到适度 不偏不倚 符合周易的上中思想 他总结了养性大药 认为养生要结合食疗、药疗、运动、导饮、按摩等方法 保持身心平衡 符合周易的简易思想 他主张顺应四时进行用药、养生 根据病人的体质、病情、环境等因素 进行辩证失智、符合周易的变异思想 他把气视为万物本源 认为人体的脏腑、经络、气血等都是气的不同表现 要调和气的升降出入 符合周易的不易思想 孙思淼的医学理论和实践 对后世医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他的著作《千金药方》和《千金易方》 是中国古代医学的经典之作 收录了许多有效的药方和治疗方法 他还主持编转了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点《唐辛本草》 对药物的性能、采集、制备、配物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记载 他不仅精通内科 还擅长妇科、儿科、外科、五官科、针灸等各科 是一位全面的医学大师 除了医学 孙思淼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身份 那就是道士 他是道教的高级修炼者 被尊为真人 他的道教信仰和修炼 以及他的炼丹术和火药的发明 也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内容之一 孙思淼从小就对道家思想感兴趣 他精通老子和庄子的道德经和庄子 他认为道是万物的本源 是自然的法则 是人生的指导 他追求道的境界 希望能够达到长生不老 甚至成仙的目的 他不仅研究道家的理论 还实践道家的修炼 他学习了导饮 土纳 坐禅 炼丹等方法 以调和身心 增强体质 炎年益寿 他还游历了许多名山大川 寻访了许多道教名师 向他们求教 学习他们的功法 他曾经拜隋文帝的御医 道教名师桃红井为师 向他学习了炼丹术和内丹术 他还曾经拜唐太宗的御医 道教名师卢照林为师 向他学习了医术和道术 他的道教修炼 使他的医学水平更加提高 也使他的寿命更加延长 他活了140多岁 而且容貌不衰 精神旺盛 可以说是道教修炼的典范 孙思淼的道教修炼 不仅为他自己带来了好处 也为人类的文明进步 做出了贡献 他的炼丹术和火药的发明 就是他道教修炼的成果之一 孙思淼在炼丹的过程中 发现了一种能够猛烈燃烧的物质 这就是火药的雏形 他在《丹经内服硫磺法》中 记载了消失 硫磺和碳化造脚子混合后 用火点燃后 能猛烈燃烧的现象 他发明火药是在公元682年 同年他先是于王乌山 他的火药发明 对后世的军事 矿业 航海等方面 有着巨大的影响 也为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 奠定了基础 孙思淼在公元682年去世 他的死因有不同的说法 有的说他是在王乌山炼丹时 意外爆炸身亡 有的说他是在王乌山修炼时 飞升成仙 有的说他是在王乌山隐居时 安然离世 无论如何 他的死亡并没有结束他的传奇 他的名声和影响力 在后世不断地扩大 他的医学著作 被广泛地传播和学习 他的医德和医术 被人们敬仰和崇拜 他的道教信仰和修炼 被人们尊崇和效仿 他的炼丹术和火药发明 被人们赞叹和利用 他被后世的人们赋予了许多荣誉和封号 他被道教尊为天一庙印 广源善祭真君 被奉执为一神 宋徽宗崇宁二年追封 庙印真人 他的故乡 陕西药县 药王山 有祭祀孙思苗的药王庙 并在每年农历二月初二 有二月二药王庙会 此外 在耀县还建有真人祠 圣母殿与祖银碑 今台湾仍有祭祀孙思苗之庙宇 每年农历正月初四为其祭典 称之为孙天一圣诞 在宝生大帝信仰中 孙思苗与吴涛 许迅被认为是宝生三真人 是宝生大帝的结拜兄弟 孙思苗的一生 充满了传奇和神奇 他的医学 道教 发明等方面的成就 让他成为了中国古代的一位杰出的人物 他的故事和思想 也给我们今天的人带来了启示和教义 我们应该学习他的博学 敬业 奉献 创新的精神 为人类的健康和文明做出贡献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孙思苗的生平和成就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这个视频 也希望你们能够从中学到一些 有用的知识和有趣的故事 如果你们对孙思苗 或者其他哲学历史的话题感兴趣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会尽量回复你们的问题和建议 同时 也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点赞和分享 让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这些有趣的历史故事 谢谢你们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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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